还有其他塑形工具列上面还有其他功能 我们一个来看 再来一次有圆柱再来一次圆环 圆环部分如果我今天 有点像画甜甜圈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出圆环 这个圆环我今天要做出类似像 这边看到的 假设五个十个二十个其实都可以 我们可以用之前教的那个所谓的阵列 不过之前用的阵列有2D阵列跟3D阵列 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圆环的部分先点下去 假如说我今天要拉出一个像这样的 你会发现一点下去为什么会戳呢? UCS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转来转去 而且自由旋转之后 你的UCS就会跑掉 所以你在画下一个图的时候特别重要 请你点一下UCS这个世界的 我刚刚已经把它关掉了 不过这边剩下一个 那就回来我们的世界的这一个点下去 再来的话比如说这个圆环 我的半径是100好了 然后我这个圆环的半径是10就好了 OK10Enter 假如说我今天画出圆环之后 我要把这个圆环向上 这边是5个 我希望向上10个好了 那向上10个你会想说我们可以用复制的 复制的话 可是复制我们之前有练习过 空白之后的话 你可以从中往上 然后它有极座标只要是有往上逆轴的方向 你可以复制比如说向上复制个50Enter 然后再向上50 不过假设我要10个你就必须要复制10个 这个方法会比较慢一点点 那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我们可以配合这一个 所谓的什么呢 这个叫阵列 那可是阵列的话呢 我们之前教各位点下去 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做举行阵列 一个叫做环形阵列 还有叫什么路径阵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用